OK,大家好,我是William,然後我們現在做的東西叫做DolePack 那我們就可以想要幫助學生在在學期間,如果有任何的需求或夢想 但他需要資金來完成,那他可能取得不了資金的時候,有我們可以幫忙他 OK,那我先簡單介紹我自己,我叫William,然後我之前在創立DolePack之前 我是在瑞士信代Chris Swiss的亞洲科技研究部門 那另外也曾經來過里洋證券的台灣的證券研究部門 那我是台灣大學經濟系畢業的,OK,然後DolePack就是一個P2P的接待平台 那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什麼是P2P,有人知道嗎,OK,好,那我先簡單介紹一下 P2P的想法其實蠻簡單的,在過去的銀行啊,銀行就是想說 今天我收很多有多餘錢的人的錢到我這邊來,那我每年給你1%利息 那我現在拿那麼多錢要怎麼辦呢,那有很多人需要錢,那我借給他 那我可以抽他2%到10%甚至以上的利息,那我就可以賺中間的利差 那有一天,有一個人想說,欸,我們幹嘛給銀行抽啊,我們自己來借就好啊 所以呢,他就做了一個P2P的線上的網路平台 那所以如果你今天有資金需求,然後上面,然後就刊登 你需要資金,那你最高願意接收多少的利率 然後這些人在看說,欸,這個他要借錢,那我願不願意投 那願意投就可以投他,所以呢,就可以有效讓這個,要需要提供資金的人 他的利率,欸,他可以每期收到的利率可以變高 然後需要借錢的人,他可以讓他的利率也可以變低,不用被銀行抽 這就是P2P原來的精髓 那除此之外,P2P其實還有幾個主要的特點 那P2P它可以,就是一個網路平台,它可以連結一般的散戶投資人 像就是你我大眾 甚至是機構投資人,像說大的基金啊,保險公司啊等等 那他們錢可以借給借款人 那另外一個很不一樣的地方就是,P2P接待平台的話 它使用獨有的信用徵信的方法 它不像平常過去的銀行啊,它只用一些什麼你的收入啊 然後你的信用紀錄啊等等,來去衡量你的信用分數 那很多P2P平台是使用更多的,像說你網路上的社交數據 像你的Facebook的資料,或者甚至像你的學歷等等 來衡量你的信用,所以放不一樣 那借款人通常在使用P2P平台,都是拿來做你的債務整合 那或者像說信用卡借款,因為它的利率相較而言是比銀行還低 那放款人的話就可以用說P2P平台,雖然它是比較有風險的 但它報酬也相對比較高,所以可以多元化它的投資組合 那最後一個比較特別是,P2P平台基本上一般來說是沒有做擔保的 所以是純粹是吃你的信用風險,所以今天如果你錢真的被倒了就會倒了 那高風險高報酬,不過台灣還是有少數一些業者是有在做類似擔保的情形 OK 那這邊就是一些,然後另外講一個部分就是P2P平台在台灣是發展比較慢的 大概從去年的三四月才開始慢慢有一些人在上線 但是國外其實從2007年就開始越來越多人在做 那甚至像說這間Landing Club,它已經在美國證交所已經上市了 那另外還有像說SoFi啊,然後像中國有做過拍拍帶、疑人帶這些很大 都已經是獨角授集的公司,就是一個billion的美金的公司 OK,那講完P2P平台那再來是說,學生呢?學生為什麼需要P2P平台? 因為其實你在學生,大家應該有當過學生,所以就想要說 其實你在學生的時候很常會有資金需求 你可能去畢業旅行一次就要三四萬,那你可能是想要換新的電腦 爸媽覺得說你的電腦是跑比較慢,可是還可以用啊幹嘛換 那這時候你就可以想要自己換,或者甚至是生活周轉 那當他有資金需求的時候呢,他去以下來源來借錢 他去銀行,然後銀行就說不好意思我們借學生錢 那他跟爸媽講,爸媽就像我剛剛講,為什麼要換新電腦 你借了,舊電腦沒壞啊 那朋友的話他可能說,我手邊沒有那麼多錢可以借你 因為你可能借兩三萬,那因此就會產生有P2P平台需求 OK,所以學生通常去銀行會因為沒有信用紀錄跟工作證明被銀行拒絕 但是呢,學生如果像一般放款借錢就有這個機會 所以我們做的事情是,當過去銀行不願意接受學生的信用貸款 是因為他風險太大,那我們把這些風險拆成一點一點一點 散布給各個放款人,那讓這些人願意接受學生的信用風險的時候 讓學生有機會借到錢 那目前其實全亞洲是沒有人在做什麼學生信用貸款的 只有中國做得非常火紅 中國很多人在做學生P2P借貸 那像去芬奇芬奇樂、愛學貸、名銷貸都是中國的公司 但是中國的公司大家有聽過更可怕的是倒一片 那中國其實他的P2P已經做了非常非常,做了一陣子 然後倒一大片,那是傳過說有學生就因為借錢借件 然後記得還不出來去跳樓 然後有人就是可能女生啊,借錢,然後不知道怎麼還錢 然後最後P2P平台逼他拍裸照等等很可怕的原因 那主要其實原因有三個,第一個是他們的貸款審查機制很不嚴謹 那像說他們可以用學生冒名的借貸 像說你看你的室友啊他有什麼證件 你就可以拿他證件然後就幫他借錢 那一借呢還可以借多少?借一萬塊人民幣大概四萬塊台幣 那另外的話,因為中國最喜歡講狼性成長的嘛 他什麼都很狼性,所以就要拼命拼命成長 在拼命成長的時候,因為你只是借錢 所以你還是要管控信用風險 那他沒有辦法這樣管控信用風險的情形 他們就用另外的方法,像說暴力催收,他就打你啊幹嘛的 或者高額發息,就是他利息非常非常高 或者甚至裸貸,就是女生如果還不出貸款 然後他就要,就是叫你要拍裸照 然後如果你再不還的話,他就拿給你爸媽看 等等來逼他 那第三個就是校園代理 就是司法這個newskin跟安利 他是布整條的上下線 像說他以校為單位,然後區為單位 再以省為單位,然後全國為單位 布一整條校園代理的這個天羅地網 那甚至說男生啊,你去學校廁所 要尿尿的時候,你投胎起來 不是看到那個感應器嗎 你看到不是感應器 你看到是校園借款,你知道多少%起等等 OK,所以這是主要中國那麼猖獗的原因 那Dopac和這些中國這些P2P學生平台 什麼不一樣? 第二不一樣的是,我們是台灣第一間 也是目前唯一間在做學生P2P平台的公司 那就剛剛有講,因為台灣其實做P2P平台 還在一個很稚嫩的階段 那另外的話,我們做的事情是 我們去協助同學取得短期融資 然後不會再被銀行拒絕 OK,那第三個的話,其實你當販款有什麼誘因 借給金融風險那麼高的學生 你可以不但可以幫助同學 可以獲得相當不錯的利率 銀化利率一般來說是在10到20% 那你其實去一般的P2P平台 你借到大概是3到7% 那你在銀行存款的話就是1% 那10到20%看起來很高 那對學生會不會是一個負擔呢? 其實因為學生借款金額相對都比較小 所以你換成利率的話即便比較高 也不是不可負擔 簡單來說,像如果3萬塊分12期 那你10%就是你一般人去 剛畢業人去銀行信用貸款借到的利率 跟20%其實一個月只差100多塊 那學生期只差100多塊 可是卻多一個方法可以借貸 OK,然後 OK,那現在創業我們就要想說 這個market size多大 那其實21% 就根據我們調查 21%大概有21%的學生有借貸行為 無論是跟爸媽同學或者家長 那借款金額平均在2萬塊 那大約甚至人口大概有100萬人 所以這樣其實算大概是41%的放貸量 那我們目前從去年9月上線的話 我們累積放貸量已經超過250萬 那累積生貸量超過660萬 那目前我們導賬率還是維持在0 大家沒有人導賬 OK,好 那我們的商業模式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有人要放款、有人要借款 那我們幫你寫一個平台 然後幫你審查 所以我們就是從每一筆抽一支手續費 那我們是跟借款抽3% OK,那我們產品非常酷 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用過Facebook 有一個叫做Chatbar的功能 那因為現在非常 現在很少人在裝App 像大家想一下你上一次裝手機的App 什麼時候 明明都很久以前 所以大家都會裝Facebook Messenger 所以我們在Facebook Messenger上面做了一個機器人 讓機器人可以帶你完成整個借貸程序 很酷的話就是說你看你看 就是他跳出來 然後告訴你怎麼成立 然後有借款人放款人去 甚至你再簽約都可以再透過這個Facebook的Chatbar 就可以完成你的簽約程序 所以對學生來說是非常的容易好用 OK,那和其他台灣有幾個P2B平台有幾個不一樣的地方 台灣目前有三家為主要的 就是信用市集、鄉民貸跟挖借貸 那這些人都是服一般人 那服一般人的話 所以他告訴你也是 你把你的資料送過來 我告訴你的利率是多少 那你的利率就是多少 但我們做的事情是說 因為學生其實他也不知道利率怎麼算 所以你告訴我 你每個月最高能夠怨付的金額是多少 然後我來幫你回推成利率 那如果你利率太低的話 相對的人就是可能沒有放款要借你 那你可能就是衡量自己的能力 如果你願意把它往上調 調高的話就很願意要借你 這是一個市場機制的概念 那另外的話 大家都要工作證明 可是學生顯然不可能有正式的工作證明 那另外的話 借款期間通常比較長 最短在三年 可是學生根本就不需要那麼長期的借款 那最後一個的話 是 借款的金額比較高 因為平台通常一般要借的是三十萬 學生要三十萬幹什麼東西 根本就不需要嘛 OK 那做的這個東西 我們其實是那時候就是想說我們離開投資銀行 希望做事情可以對社會有點改變有點不一樣 那我們後來想一下我們什麼改變呢 第一個 我們是可以把學生的信用紀錄 把一般人的信用紀錄延長到學生時代 所以你的信用紀錄不是在從你剛畢業借第一筆錢辦第一張信用卡開始 是延長到學生時代 那第二的話就是讓學生也可以取得金融接待服務 因為學生名就是很多人都有穩定的打工 或者是穩定的家教收入 可是他們卻被銀行拒絕 這件事情非常奇怪 他也是二十歲也是完全行為能力人 所以我們透過這方式可以讓學生取得金融接待服務 第三的話我們目前也在討論和聯真中心合作 這樣可以優化每個人的信用的透明度 所以銀行在放款給剛畢業的新鮮人的時候 他就有更多的考量可以知道說 這個人他值不得相信 他應該給他利率多少 因此會有讓整個信用系統的信用徵信可以更完整 那這就是我們預期說Dolpac長期而言 可以對台灣的金融發展可以有更健全的地方 那這簡單就是講就是我們Dolpac的概念跟我們成立的過程 那就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